现在就跟你说好 第一我再问一下 你愿不愿意我和你 就是说 一起走 这是七一 七二的时候 你愿意了 真正的答应我来了 你要等我一天 我现在还没有 我现在没搞好 我就是搞好 也是明天走 明天走的时候 就是估计明天晚上到你那里 下午不连了朋友们 又准备做饭了 就是 有个湖北的老乡 有个湖北的老乡 他说要跟我一块自驾油 说要给我做饭 然后我们一块吃饭 我现在在考虑 我在考虑行不行 他说看我一个人在路上 太辛苦了 然后他也想去西藏 想陪我一块去西藏 是一个大姐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他现在在宜昌那边 当阳那边 我现在在这个新山了 我现在离他有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 现在我在这里待了两天了 我要走了 我不可能天天待在这里等他 他也是一个慢性子 他也是一个走得很慢的人 走得很慢 所以的话他到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在这里等他 我待不下去了 我要走了 然后想了一下 我就只能回去找他了 我就走高速回去找他吧 路上的话有个半夜是一个噪音 再加上他会做饭 他也可能帮我做饭 是吧 哎呀 我先做饭了 我做饭了之后就准备跑高速回去 去找他了 他姓张叫张姐 我就回去找找张姐了 我们就是两个人一块去西藏 哎呀 不说了 我来 然后就好 我来 Ahmad 开饭 好汤 吃完饭就准备跑高速去找张家了 以后有人帮我做饭也好 自己做饭真的太麻烦了 长期在路上一个人每天都要做饭 还要开车真的很累朋友们 这次终于有一位大人帮我做饭了 有可以帮我做饭的人了 以后再也不用自己做饭了 看这皇冠我吃的精进有味 我给你吃个饭 买饭 我来吃个饭 好 我吃了 是 我吃了 一只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都吃了 真的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那是 我吃了 我要吃了 谢谢观看 大家好 我是小哥 我现在在驱往这个 八栋县的路上 我所在的地方是新三线 这是一条很高连绵不绝的山路 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隐居者 你看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 坐落在那个山上 大家看到吗 就那个山上 属于半山腰吧 我感觉非常的危险 不知道是哪一位隐居者在那 是隐居 它是怎么上去 是怎么下来的 我感觉到非常的好奇 但是我上不去 我只能给大家航拍一下了 航拍一下吧 看那边到底是什么个结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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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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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